嗨,我是Mia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最近買了什麼 你不要再蹭我的腳架 那今天就是要來分享 我最近買了什麼東西 但不包含化妝品 今天都是 亂買 也不是亂買,就是生活的東西 那今天 錄影沒有麥克風 因為它最近有點故障 我錄影的話它可能會有雜音 而且是完全覆蓋掉我講話 所以我就是先把它拿掉 今天會這樣子度過 先從吃的開始 因為我剛剛突然很想要吃蛋塔 所以就是 它就送來了 我超愛吃它們家的原味 然後我從來不會 我只有吃過一次它們黑糖麻糬 然後我也不是很愛 我還是覺得它原味最好吃 但是我剛剛看它有 藍莓奶酥 梅果奶酥 我就覺得 這是我喜歡的 我就買了六個 反正它回烤還是很好吃 這樣 可以看到嗎 我怕它掉出來 你看 來吃吃看梅果的好了 上面就是有一些奶酥 在上面 怎麼一直都在我的臉 上面就是有奶酥跟一些藍莓 然後它應該是 莓果醬 試試看 我是喜歡藍莓的人 我也喜歡奶酥的人 但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那個蛋塔 我還是喜歡原味的 我覺得 上面太甜了 它奶酥太甜了 然後藍莓又太酸了 因為莓果可能烤過之後 它會更酸 再吃一口 而且它奶酥不是 不是我想的那個奶酥 它是比較 它有個奶味非常重的奶酥 不知道如果是菠蘿 藍莓會好吃嗎 我覺得它下面的 醬就會變得比較乾 不知道為什麼 就蠻膩的 就順便來講另外一個吃的 我是昨天去全家買的 然後突然想要吃 有一點健康 但是有一點味道的東西 就是最近不想要再吃 我剛剛吃完蛋塔 就在講這個 就是我最近在吃 一些 以前會吃一些那種 一包一包的零食 我前陣子去露營 然後吃了很多 東西 但零食好像很好吃 我最近就是想要吃的健康一點 然後早餐也是吃的很健康 就是燙青菜啊 水煮蛋這樣子 所以昨天很想要吃零食 但是我又想要健康一點 有點味道的話 我昨天就買了這個 那因為我之前有吃過 我覺得它蠻好吃的 它就是一個蘇打餅乾 但是它會加荷蘭起司在裡面 它上面寫說是 無膨脹劑 無乳化劑 然後無人工化學 然後它是奶素的 然後吃起來 我覺得它蠻好吃的 它裡面有五片 只是它就是蠻容易碎的 就是這種斷掉的 這種碎掉 成分感覺也蠻單純的 它其實很鹹 然後有個香氣在 我覺得蠻好吃的 好先從漂亮的東西開始好了 漂亮的東西是我最近買了兩間 兩間代購 一個是他們家的這個代購 然後你只要在IG上面找就有了 代購的人應該是設計師畢業的人 然後他在國外 他應該是在國外求職吧 我也不太清楚 那他還蠻常在他的IG上面分享 他們服裝產業的一些真實情況 跟他為什麼要鼓勵大家 不要買快時尚的東西 我是之前去德國玩的時候 我有買一些二手的衣服 然後是精品的衣服 那他其實折扣下來 我覺得還 我覺得質感真的會好很多 然後也會比我們現在買新品的東西還要 我覺得價錢不會差到太多 可能差個一兩千塊 可是 我最近在整理衣服的時候 你就是會感覺 因為有些衣服會淘汰 會換掉 當你看到那件衣服的時候 你就會更認真思考 你會不會穿 然後你會怎麼搭配 然後你為什麼要把它留下來 其實一般衣服也可以這樣子 可是就是你可能在穿它 或者是你在替換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會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我衣服本身都是會穿蠻久的 所以我其實 我自己自認為我是蠻不常買衣服的啦 如果要拍攝 他指定要的款式或顏色 我才會去買這樣子 或者是比較少見的款式跟顏色 像這一件的話 他這種紫色我覺得還蠻少看到的 他這種是比較新的流行色 然後是以前 我覺得在以前那種二手的市場 會比較難找到 所以我就選擇把它買下來 而且款式還蠻流行的 雖然不符合現在的季節 但我覺得我一定會穿 因為他還蠻嫌我的氣色跟膚色 所以我就是買下來這樣子 反正呢我就是買他們家的絲襟 那他們家的紙盒寄來是這樣子 有他們家的logo標籤 打開來的話是會有一張名片 然後會有狗 他名片上面會寫一個message在上面 應該有一些品牌裡面的標語跟 TING的IG在上面 那我email 打開來 會長這樣子 他其實是折這樣子吧 我打開來的時候 那是第一首選是想要買白色 第二首選是想要黑色 因為白色比較適合夏天 會比較清爽的感覺 那黑色的話就是比較帥 他比較有個性 然後秋冬也可以打 開來他的印花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是買 我應該是買大的 我覺得他印花很漂亮 他的花很有氣質 就是披或者是 綁在包包上面 我覺得都很漂亮 他有噴香水 就是有點香香的 那他們就是 那時候看絲巾有在特價 絲巾有在特價 就是做代購 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可以來買一條漂亮的絲巾看看 然後我會這樣綁著 我可能會配白提吧 這樣好熱 穿個牛仔褲 這樣綁著 或者是可以綁鬆一點 我會再研究一下 那這種大條的我覺得 可以當那個 那叫什麼 腰帶 可以綁在比較寬的西裝褲的 就是把它當腰帶綁這樣子 我覺得蠻漂亮的 再來也是另外一個代購 也是在IG就找得到了 然後他的東西比較多元 然後比較日系 然後有一點點個性的感覺 那我買的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髮蠟 一個是絲巾 然後他送來是 他的盒子是 這樣子 超級可愛 剛剛這個其實就是比較 比較有質感 然後保守一點 那這個他的風格就是 比較明確 然後也蠻有趣的 我覺得有點 比較童趣的感覺在裡面 因為你可以看他的印刷 他是還有留一些筆觸在上面的 然後他的 排版什麼的我覺得也很可愛 顏色我也很喜歡 我就是會很喜歡看這種小東西的人 選品跟你的品味接不接近這樣子 髮蠟是他們家的 最近非常的紅 在日本應該是紅到不行 他的logo超級可愛 然後包裝也很簡單 是這種霧面材質的 那打開他沒有蓋子 他就是直接這樣子 如果你不在意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啦 那有個重點就是 我覺得他抹起來 有一點濕濕涼涼的 不知道他裡面是不是有薄荷 日本非常喜歡成分單純的東西 那這個好像成分非常單純 嗎 看上面還是有很多成分 只是他們就是成分很單純 他味道是很清爽的 他有很清香的柑橘味 蠻適合夏天的 他在日本賣很好 是因為他擦在頭髮上面 他不會黏黏濕濕的 但是他又可以打造出 施髮的髮質的質感這樣子 我昨天用我覺得我抹太多了 就是我 我有點彈心 我是從這邊開始抹下來 我就是想要他很貼這樣子 沒想到就是太貼了 那我再來抹一次看看 就是擦上去不會覺得很有負擔 然後很煩這樣子 最近大家有剪頭髮剪短 或者是你有燙髮 或者是你現在有剪一些 比較有層次型的頭髮 就是可以捲完之後 你可以擦一些在髮位這樣子 會蠻好看的 可以抹一點點在髮位給你們看 他剛剛抹的時候手會有一點點可麗乾 然後預熱之後就會融化 這樣可以抓一些髮絲 如果有上髮捲的話會蠻明顯的 可是這樣就是會比較日系一點 現在還蠻好洗的 就是不會黏一坨的感覺 就算我那天差太多 這是另外一個絲巾 然後他的LOGO是這樣 他一打開 他有附他的影像照 然後後面有他的官網 跟他的材質 我非常喜歡這個綠色 跟剛剛那一條又不太一樣 他是這樣子 但他比較小條 他可能就只能綁在包包上 或者是當絲巾 或者是也可以學他就是綁在頭上 綁在頭上 然後帶一個墨鏡 就是很像在歐洲 但其實在台灣的話應該不太適合 不過就是這樣 我這顏色很漂亮 試試看 今天應該要穿白色的 這樣顏色兩條看了會比較明顯 這種比較小條的 可能就是要 前面要弄得緊 小撮一點 不應該穿高領的 不過顏色蠻漂亮的 這個如果秋冬然後 穿個大衣 然後這個包在裡面 就很漂亮 感覺就是很高級 這個顏色很美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因為他是綠色配 米色 然後他們這種斷面 他們這種絲巾材質就會有點反光面 就很漂亮 再來是耳環 前陣子有買韓國品牌的耳環 他打開超可愛 他一打開是這樣 他下面有一層毛毛的墊在下面當底 很可愛 那我是買這個耳環 中間會有一個白鑽 在 我帶給你們看 大小大概是 這樣子 有點小 小小的 然後有一個小 小重點 在上面 又不會覺得太複雜 所以其實這個 你穿 水性一點 穿 帥一點 穿 Lady一點 都可以 他還有金色的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銀色 所以我買銀色 但我覺得金色應該也會蠻漂亮的 另外一個耳環呢 是台灣的另外一個古董 古董賣家 這個其實是要幫一個客人找的耳環 因為我會挑我自己覺得很適合 或者是很耐搭的耳環 那工作完之後我自己有試戴看看 我覺得氣質真的很好 古董珍珠耳環 他不是直接垂吊式 他會有一個弧線 然後側面 他會有一個空間在這邊 因為我之前的珍珠耳環 是一個垂吊式的 比較不能說 慫 但就是比較直接的款式 比較喜歡這個 他的珍珠大小剛剛好 可是他們家是可以挑 珍珠的尺寸的 我這個好像是10號的 怎麼樣 貓咪最近感冒 昨天帶他去看醫生 原本蠻擔心的 後來醫生說 還好小感冒 因為他就是病厭厭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這樣 就是還是有在吃啦 可是就是吃比較少 然後一直睡 然後會打噴嚏這樣子 打噴嚏都比水 就是感冒 再來是最近買的髮飾 我非常的愛夾 因為就很方便 那因為綁頭髮的話 我頭皮會被硬綁著 我自己覺得蠻緊繃 不舒服的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種鯊魚夾 完全不同款式 然後是找淘寶的代購 他送的來是這樣子 他們自己家裡的LOGO 他也是那種韓國代購 然後我挑了這兩款 他們都有一些小細節在 這是一半一半的花色 然後我很喜歡藍色 那他有一點小細節 就是他這邊是 黑色跟貝殼色的不規則方形 那旁邊會有金色的流線線條 就是有一些小細節在裡面 我還蠻喜歡的 重點是我覺得他夾得很緊 這樣捲一捲 加起來 就是 真的很緊 另外一個是 他是比較挑一點的 他還有另外一個顏色是藍色 那我最近在想說 我的衣服就是藍色、綠色、紫色 跟我有很多藍色的東西了 想說這個粉色也蠻可愛 就買了這個 就收到覺得還蠻可愛 然後這個也夾得很緊 可是他比較小 然後夾的空間我覺得 嗯...不大 就是你可能需要一點技巧去夾 或者是你頭髮比較少的 夾起來就是他們剛好的 細節也做得很好 就是他的愛心的中間 做得很俐落 這是他的優點 那缺點就是你放包包 你要拿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被這個尖尖的搓到 剛剛有擦那個髮蠟 現在綁就會比較不會有些小屑屑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的髮色就會從這個愛心的洞洞跑出來 我最近買了新的電棒捲 因為想要買一支很大的電棒捲 去做非常自然的捲度 我買它主要就是漂亮 拿到也是真的很漂亮 給你們看 它是這種 它是這種淺米色 但是它是比較冷的米色 然後它的架子這邊也是一個 米色的橡膠環 活動式的電線 然後這邊是開關跟溫度 那我自己用起來 因為我最近我只用了一次 那我自己的髮性是蠻中性的 中偏硬吧 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蠻自然的 可是如果你的髮 頭髮是更軟的話 你用這麼大的捲 可能就是會太自然 就是你可能要用32的捲度 可能你會維持比較久 可是我要的那種捲度是 你捲完之後 你要把它梳開 一直梳開 然後就是很自然的一個弧度 有點像是 自然安全的那種弧度吧 我之前買他們家的T恤 非常好穿 都會雨帶一點點保留 因為我覺得 一定會有更好用的東西 或者是什麼 那這個應該是我目前為止 我自己啦 覺得我最喜歡的T恤 第一點是 它 因為我先生他買很多白T 他們家的白T是洗起來 不會容易黃的 我版型也不會被洗壞的 那顏色又很多可以選 版型的話 他們就是比較 還是比較日系的版型這樣子 他們這次秋天出了三個不同顏色 一個是深綠色 一個是柏根蒂紅 那另外一個是有點偏肉桂 肉桂色 肉桂色這樣 怎麼樣 怎麼樣啊 睡飽了 好啦 反正我就是買了這一件 我覺得它顏色最正 然後配秋天的話 或者是夏天 台灣要秋天應該蠻難的 我覺得配我的膚色也比較適 沒有 我其實之前很少買他們家的衣服 那是我老公會去買 然後有時候你在旁邊掛 你就想說好不好那你買一件看看 然後才覺得他們家的T恤很好穿 然後M號我覺得穿得非常合身 我這次想要輕鬆一點 我就買了L號 覺得就比較舒服 這樣子 然後這個顏色我自己非常喜歡 就是 蠻時髦的 是男生的 女生沒有 但其實它應該沒有分 應該只有肩線有分而已 之前我會買他們家布的內褲 那洗久了我覺得 嗯 會褪色 然後 型也會跑掉 但內褲本來就是要常換啊 只是我覺得 穿到後面你會覺得 很想換內褲這樣 我最近就是去嫌換 因為之前他們有一系列的內衣 我覺得也很好穿 然後我現在就是會固定買那一系列的內衣跟內褲 那那天我去看他們又出了新款的內褲 他們出了荷葉邊的內褲 我覺得很好看 我原本是買紫色跟白色 那紫色也很可愛 可是我拿去洗的 它紫就是這種紫色 這次又出了新花色 就是買了這兩個花色 我覺得很可愛 花紋是這樣 然後形狀呢 它是這種荷葉邊的 很可愛 材質摸起來是涼的 而且我覺得洗起來應該不會像布的那麼容易褪色或壞 因為它就是直接是印花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荷葉邊我覺得也蠻可愛的 只是如果你穿一些比較薄的褲子 它就會比較容易印出來 可是如果你是穿牛仔褲 或者是寬鬆的褲子 我覺得就還好 因為我跟我朋友又要去買洗髮餅 結果他那天有試 所以我就想說好 我自己收工我自己去 我就提了一個 我就提了一個行李箱 然後就想說我要去買Lush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他們洗髮餅 可是大家都說超好用 我想說到底有多好用 因為在台灣買的到 我就比較可以自己去聞味道 味道這種東西還是比較主觀 跟你們說 我買了五個 不喜歡出門 所以我想說好 我要買了就是把它買完 我就不用再去了 這個是草本花香 它就是買什麼就是藍色的 但是它有一個精油的淡淡的 味道 然後有一點點甜甜的 我覺得這個很舒服 這應該是情人節 玫瑰戀人氣泡蛋 原產地都是日本的嗎 它這個寫 原產地是日本的 那它就是一個愛型 我想說蠻可愛的 它上面有寫字 好啦就是一個 一個浪漫 但我應該也是自己用 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也是比較清香的 不會那麼甜 那他們現場我聞很多味道都好甜 這個我覺得很酷 因為它是黑色的 黑玫瑰氣泡蛋 這個我覺得它有一個 玫果的味道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上面有 雕一個玫瑰的刻花 我覺得蠻可愛的 它也不是正黑色 它就是有點 藍藍的 黑 然後一點點亮粉在裡面 很可愛 這應該泡起來水會是黑色 應該會變那種 藍藍生生的 有點像墨水的顏色 我真的蠻期待用他們家的洗髮兵 我今天拍完我就可以洗了 我買了兩款 一個是這個 魔法天使洗髮罩 然後它上面會有一個 玫瑰 很像一個蛋糕這樣很可愛 還有一個玫瑰 跟一個很像奶油的造型在上面 這個應該是不挑髮性都可以洗 因為我看它那天這個賣蠻好的 但我沒有洗過 今天來洗洗看 看起來很像馬卡龍耶 很可愛 然後是玫瑰精油的味道 很香 然後 尾韻有一點點乾草的味道 那另外一塊洗髮餅 我是覺得 因為其實有其他味道我覺得也蠻好聞的 可是它說那個味道比較適合 例如說 頭髮比較油性的洗會比較適合 所以我 怎麼樣 等一下 等我一下 我餵你啦 現在我跟那時候有點不一樣 這個是再新洗髮罩 那它上面寫 它上面很好玩 它上面是寫一個 它上面是寫零殘忍化妝品 那它這個上面的字是一個小木片 最後黏在上面 所以可能洗一洗它就掉下來了 那它是 非常非常濃的香料味 它的香料是那一種 應該是印度香料 所以我想說買這個看看好了 那我也覺得它的標語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是選了這個 最後一樣呢 是生活用品 是我去H&M的home 那我們家習慣會有那個擦手巾 會在廚房跟廁所 我覺得也該換了 所以我就是去買它的擦手巾 然後我有點 估計錯誤 因為那時候 當下看的時候 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 我們家的廁所的門 都是木頭色的 所以它掛上去就是變隱形的 我那時候有考慮要不要買黑色 它這個系列它有黑色的 我覺得 黑色的掛在後面應該會蠻好看的 就是 就會跳出來這樣子 所以有點 計畫失敗 不過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如果我們家的門是淺色的 就是會蠻搭的 重點是很便宜 它是兩條一起賣 好像才 300多塊吧 然後花色 也不會太花 就是這種素素的 然後看起來質感就很好 另外一個也是擦手巾 它雖然說是用在廁所 但像它這種布是有點麻的材質 我就會把它拿在用在廚房 拿來擦乾一些 你剛洗好的 碗盤 杯子 也會很適合 它有一個可以吊掛的 設計在這邊 就是 也蠻可愛的 這家的Home系列 有些東西都還蠻便宜的 也很好買 因為 說真的現在 實體購物 摸到的地方真的太少了 因為大家現在其實都在網路上面購物 那我自己是 有些東西不太喜歡在網路上面買 因為會覺得 你摸不到那個材質 那有些材質 你又沒有辦法想像 就會 蠻麻煩的 所以我 有些東西 我還是會喜歡去實體店面條 那有些東西 像褲子 我就很少買成功 由我自己很喜歡的 好 今天就是我 最近買的東西 大部分的東西 我都還沒有用 那有些是 曾經用過 我很喜歡的 所以 就想說 來拍一支影片 跟你們分享 然後也順便跟你們分享 一些店家 我覺得 他們的選品 我覺得很好啦 就是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這邊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的 越來買的一些小東西 跟一些生活用品是什麼 許願今天晚上的洗髮品 會順利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